响应国际移民日 华联县政府社会处5号上午在太平洋公园 举办了2021国际移民日新享市集 邀请到县内新住民、移工还有民众 一起来体验异国的音乐、舞蹈、美食及文化手作活动 也呼吁民众一起来重视移民人权和落实尊重多元文化 联合国订定12月18日为国际移民日 华联县政府社会处5日上午在太平洋公园北冰段 举办2021国际移民日新享市集 邀请县内8处新住民服务据典及一处新住民学院 还有多摊新住民朋友 带来音乐舞蹈、异国美食和手作体验等活动 透过活动要呼吁民众一同重视移民人权与落实尊重多元文化 我要肯定我们的新住民 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每个人来到台湾大概都是因为婚嫁的关系来 都是一个人来 但是经过这样数十年的有了家庭 然后现在有的小孩子已经成长 我想这一路走来是非常艰辛的 这种艰辛恐怕也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到 所以我真的要谢谢新住民 由于他们的加入 让我们台湾的社会有了不一样的发展 在八个地方成立的工作站 比方说在花莲或是吉安西站 以及在寿风凤林光复还有玉璃复礼都有我们的社团在跟我们 县政府一起来合作把触角拉到更深而且更基层 另外在教育处我们也启动了我们新住民的陪力学习的方案 无论是白天或者夜间的我们的进修班 都是希望我们新住民的姐妹或者是兄弟都能够学会中文在他的识别上会更加的方便生活上 当然我们现在在推动国多国语言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在 让我们新住民的家人们能够可以更方便更便利的取得很多的资讯 社会处长陈家富表示 花莲有八千多位新住民以中国配偶居多 再来是越南和印尼 此番透过国际移民日活动呈现有善生活环境成果 也让民众看见新住民成为家庭和社区的力量 让社会越来越多元丰富花莲的文化 记得蒋方燕华联士报导